Hello 每日多更新的君君来了 明星代言及通过明星的形象传达品牌所要表达的内容 使产品与目标受众建立某种联系 达成销量声望等目的 明星代言商品作为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一种商业形式 其优势显而易见 很多品牌方借明星效应的东风扬帆起航 在市场站稳了脚跟 品牌选代言人尤其是高奢品牌向来谨慎 格外注重代言人与品牌的契合度 以免因代言人选择不当而拉低品牌格调 遭到圈内抵制 符合品牌定位的代言人才能够体现出品牌的价值内涵 为品牌的形象增光天才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明星的影响力和火热程度 哪位录取明星的号召力最强呢 知名度 粉丝名气都能看出一个明星的号召力 而假如一步剧爆火 也会让明星的商业价值提升 像是去年星汉灿烂和苍蓝爵的走热 就大大提升了王鹤蒂 赵露丝的商业价值 让他们新增多个代言 最近陆网平台根据明星们商业合作的互动量等数据 公开2022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榜单TOP10 用数据说话 谁才是真正的带货号召力高手呢 一起来看看吧 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榜单TOP10 杨阳 杨阳的人气一直都是陆剧男明星中数一数二的 自2016年的《微微一笑很清晨》后 杨阳你是我的荣耀 且是天下 接连都拥有超高的话题度 尤其是和迪丽热巴合作的你是我的荣耀 杨阳在剧中饰演于途 该剧一上线 观众立刻被杨阳圈粉 凭借该剧 杨阳斩获21天冠军 足以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杨阳的商业价值一向都很高 杨阳目前共有20个代言 光是去年 一整年杨阳就足足官宣了12个新代言呢 其中包含可口可乐 欧莱雅男士等知名品牌 杨阳还是宝格力相分亚太区代言人 代言品牌越来越高端 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的榜单Top9 白静庭 2022年 白静庭和赵金脉的开端打响开年第一炮 年尾的清清日常更是在影视淡季高开风走 收割全网热搜 不仅笑点秘籍 还画风治愈 白静庭饰演的六少主尹征 也成为清清日常热度最高的角色 两部剧通通都是有效播出 热度都相当高 白静庭的演技也备受肯定 这让白静庭的商业价值提高 光是2022年 白静庭就新增了10个新代言 白静庭目前总共有15个代言 虽然还不像杨阳已经开始走高奢品牌路线 但白静庭聪明机智 反应快 很能帮代言产品加分 陆剧明星最具号召力榜单Top8 蔡徐坤 蔡徐坤的知名度不用过多说明 凭借偶像练习生 蔡徐坤斩获超高的人气和关注度 作为个人练习生的她 更是在决赛以4764万票断层的好成绩 第一名出道 蔡徐坤也因此由不知名男团演员 成功跻身娱乐圈顶流之位 一时间风头无两 从偶练出道已经5年的蔡徐坤 实力也不容小觑 在一票新进小花小声中冲到第8名 根据统计 蔡徐坤有19个代言 包含高奢品牌Prada代言人 运动品牌菲勒代言人 其中Prada她还是首位95后代言人呢 带货力真的很强 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榜单Top7 余淑欣 余淑欣2022年以苍蓝爵走红 成为95后小花的前段班 再融合小桌经的人设个性 让她话题不断 2022年余淑欣足足官宣了11个新代言呢 其中包含季凡希品牌大使 商务资源的增加 也侧面反映出苍蓝爵的影响力 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榜单 Top6 白鹿 白鹿的商业价值也不容小觑 白鹿2021年以周生如故窜红 2022年虽然只播了一部警察荣誉 但白鹿也成为了综艺奔跑吧常驻主持 热度维持得非常好 作为一位新兴小花 无论是当下流量还是带播剧的形式 都备受市场看好 而且她的老板可是最会制造话题的余政 在余政的帮助下 白鹿无论是影视资源或是商务资源 都是同年龄段女星中数一数二的 2022年白鹿足足新增了19个代言 是所有艺人中增加最多的 连肖战 王鹤蒂等人气明星 都只有增加14个代言呢 白鹿是MicroCourse中国区品牌代言人 也是宝格力相分寻光大使 而接下来白鹿还有长月静明 宁安如梦 以爱为营等强当剧带播 感觉这些剧如果爆火的话 白鹿的商业资源只会越来越好 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 榜单TOP5 赵露丝 赵露丝获得第五 2022年赵露丝以星汉灿烂走红 她的人气与号召力在九五花中 都属于前段班 而且观众缘很好 赵露丝目前有10个代言 她是宝格力中国品牌形象大使 也是法国娇蓝品牌代言人 赵露丝也很会直播带货呢 每次在直播间都有各式各样的话题 怎么样都不会冷场 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 榜单TOP4 易洋千玺 第四名是转型演员最成功的 爱豆易洋千玺 易洋千玺的代言数量有18个 是TFBOYS三小之中最多的 不要看她年纪轻轻 一样受到许多知名大牌青睐 包含阿玛尼全球形象代言人 宝马新生代代言人 蒂夫妮全球品牌代言人等等 不仅女性产品找易洋千玺代言 连阿玛尼 宝马这种高端品牌也找上她 易洋千玺的形象 也真的是与这些高端品牌蛮搭的 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榜单 TOP3 杨幂 杨幂来到第三名 杨幂的代言数量有21个 她是大家公认的带货女王 基本上只要是她穿过的单品 都会被一扫而空 很多人一直质疑杨幂的演员义务能力 但不得不说 作为明星 她的商业价值实在是太惊人了 杨幂同样手握多个高奢品牌 包含维多利亚的秘密 亚洲区品牌代言人 雅士兰代代言人 时尚品牌 Colidonia亚太区代言人等等 只要是她用过的产品 销量都会涨翻 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榜单 TOP2 王一博 截至目前为止 王一博身上的代言多达31个 光是去年一年 王一博就足足新增了11个代言 而且王一博的代言类型非常广阔 除了高奢品牌 施华洛士奇品牌代言人 植村秀全球品牌代言人之外 王一博也是奥迪和香奈尔的品牌形象大使 另外还有肯德基 啤酒 饮料 人寿保险 手机等代言 应有尽有 可见她的号召力商业价值有多高 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榜单 TOP1 肖战 带货能力最强的明星就是肖战了 肖战自陈情令后就爆火成为顶流 他穿的 带的也都会引起话题 肖战足足有35个代言 均为品牌代言人 超越杨幂 王一博 是所有明星中代言数量最多的 光是2022年一年 肖战就新增足足14个代言 续约21个 真的是顶流中的顶流呀 肖战的代言品牌横跨服饰 家电 家居 美妆 酒和饮料 而且肖战代言的高端品牌很多 肖战是欧莱雅品牌代言人 YSL护肤代言人 还手握Toads 库奇 奥迪 瑞士万表品牌Zenis等多个高奢代言 商务价值超高 好了 看完陆剧明星最具带货号召力榜单Top10 杨阳垫底 赵露丝赢过白路 杨幂第三 王一博31个代言 不是冠军 第一名肖战 足足有35个代言 是所有明星中代言数量最多的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